现在的电影每一部都是讲究跌宕起伏,讲究电影如何去扣人心弦,让观众叫好,但是这种电影真的就一定好吗?其实电影的好坏没有这么多的分辨,但是在如今生活的大节奏之下,每一个人的生活都非常的辛苦,节奏很快,似乎一天都在忙碌。 经过了一天的快节奏劳累之后,再接着看一部快节奏跌宕起伏的电影,让人的心随着电影在紧绷,恐怕并不是多好的事情,所以在如今的生活快节奏之下,看一部温馨的慢节奏电影,似乎是一种舒缓身心的选择。 这就是今天要说的这部电影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我是山姆》,豆弹评分八,八的一部电影,评分不能证明一个电影的好与坏,但是通常意义上来说,一部电影的好坏从评分上也可以侧面的反映出来了,毕竟高分的电影的也是有高分的理由的。 这部电影也成功的上了豆瓣的电影排名榜单,这部电影能有如此的成绩绝非没理由,它刚刚上映的时候就成功的成为了票房冠军,连续好几周获得了票房冠军的榜单,并且这部电影一直在冲击奥斯卡,每一次都是差一点成功,足以说明了这部电影的优秀。 这部影片如同名字一样,主要讲述了他的一段故事,他在咖啡店工作,但是山姆和普通人不一样,山姆的智力很低,像一个七岁的小孩的智商,因为山姆患有先天性的疾病,到了这个岁数之后智力就不再发育了,所以虽然山姆如今已经成年,但是山姆依然是一个七岁的小孩。 山姆在星巴克打工的时候收留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是一个流浪的女人,无家可归,因为山姆收留了她,很快和山姆发生了一些不可言传的火花,并且和山姆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人,这个女儿叫做露西。 在生下女儿之后,这个女人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山姆,在刚刚出院的时候就远走高飞了,可怜了山姆和女儿露西。 从此开始了单亲爸爸的家庭,女儿刚刚出生就没有了妈妈照顾婴儿,哪有想象的那么简单的。 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去照顾婴儿已经需要花费很多的心思了,并且男性在照顾孩子方面本来就不如女人,何况是智力只有七岁的成年男人山姆。 山姆本身就是一个小孩,要照顾一个婴儿更是难善加难,不过纵使山姆的智力发育在不健全,山姆依然是有着骨子里的父爱的,父爱是伟大的,即使是山姆,她也充满着父爱,对于自己的孩子,加上别人的帮助。 山姆也学会了怎么去哄婴儿,也学会了给孩子换尿不喂奶,会给孩子讲一些小故事。 山姆十分疼爱自己的孩子,这是和智力无关的,这是任何一个物种都会做到的,这就是父爱的力量。 山姆陪着女儿各种玩耍,带女儿出去玩,不论是上下班都把女儿带在身边。 如果抛开山姆特殊的身份来说,她是一个合格的好爸爸了,加上了这个身份,山姆就是一个特别伟大的父亲了。 不过这种美好的日子总会迎来结束的那一天,因为山姆的智力问题,山姆在停滞不前,女儿的智力并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在女儿七岁的时候,女儿的每一天成长都是超过自己的父亲的,这就造成了一些无法克服的问题了。 露西的问题山姆已经无法去解决了,纵使她可以照顾露西。 但是露西是一个正常人,有着自己的同学,露西的知识储备量也超越了山姆。 山姆无法继续叫露西任何东西了。 露西也在成长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父亲山姆和别人父亲有着很多的区别。 山姆似乎和别的成年人完全不一样,还会被同学们嘲笑。 露西在这种情况下也知道去关心山姆,因为那是照顾自己长大的父亲,并且经常先救自己的父亲甚至开始照顾自己的父亲。 但是不要忘了露西仅仅是一个七岁的小孩,她也有着自己小孩的心性,加上在学校里同学的嘲笑和同学的压力。 露西甚至撒谎山姆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只是自己的养父,证明自己不会和山姆一样致力低下。 不过如果日子就这么下去也算是不错。 剧情又迎来了转变两个人的致力有着明显的差距。 这件事情慢慢地传开,甚至被儿童福利机构发现了这样的情况。 他们觉得这个父亲没有能力去抚养自己的女儿,这样对于女儿是非常不公平的。 他们打算无情地拨托山姆的抚养权,把女儿露西交给别人抚养。 在万般无奈之下,纵使山姆的致力低下,她也不想失去自己的女儿。 她找了一个最好的律师来帮自己打官司,这个律师的名字叫做利塔。 致力低下的山姆当然没能力。 去支付请律师的费用。 不过凑巧的是此时的利塔正在和同事证明自己。 她要证明自己会去接一下无偿的官司,证明自己身为律师的伟大。 所以就这样,利塔成为了山姆的律师。 山姆为了争夺抚养权,开始学一些东西。 不过究其所有山姆本身还是一个孩子。 不过山姆有着身为父亲的责任。 山姆开始学习做一些正常人的事情。 此时的露西已经被寄养露西的家庭接走了。 为了接触露西山姆甚至搬到了寄养家庭的旁边。 为了打赢这个官司,利塔还要和山姆去排练。 在法庭上应该说的话,告诉山姆需要如何去回答。 山姆一直在努力地学习为了找回自己的女儿。 山姆究竟能成功吗? 这部电影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整部影片都在营造一种淡淡的温馨。 丝毫没有靠着剧情的各种其他转折去赚取观众的眼泪。 这部电影只是在叙述一件事情,似乎没有专门为了观众去设计一些贴合观众的情节。 只是把这件事慢慢地讲了出来。 其实对于一部这种暖心的作品来讲,讲故事是最好的表达方式。 不温不火地进行着剧情,依然能让观众有一个很好的观影体验。 by bwd6